小朋友,有沒有想過香港曾經有過超級火山? 究竟火山是哪裡來的?爆的時候是怎樣的? 不用急,在講香港的超級火山之前 不如先了解一下普通火山和超級火山的分別 我們會用火山爆發指數 即是VEI來劃分火山爆發的猛烈程度 總共分為8級 超級火山就屬於最高級的第8級爆發 代表噴發物超過1000立方公里 可以填滿4億個標準泳池 超級噴發通常每一萬至十萬年才發生一次 世界各地都要發現超級火山的足跡 那香港的超級火山是怎樣被發現的? 地質學家多年來進行實地考察和實驗室工作 收集全港岩石分佈的資料並繪製地質圖 過程中,他們發現香港大約85%的土地面積的岩石 都是由岩漿冷卻和凝固而成的火山岩 其中火山岩佔大約50% 花崗岩類佔大約35% 進一步研究之下 他們發現香港土地面的火山岩和超級火山噴發有關 並估計香港的超級火山爆發 在大約1億4千萬年前發生 但這麼大個超級火山現在去了哪裡?都不見有的 試下戴我的眼鏡看看吧 這次超級火山噴發之後 火山底部沒有了一些岩漿的支撐 令到火山頂部崩塌,形成破火山口 火山口的頂部有火山岩,底部有花崗岩 受地殼運動影響而傾側 經歷長年風化之後 就和香港的岩石分佈了 雖然完整的超級火山結構已經不復再現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透過香港超級火山的遺跡 例如西貢邁移水庫的六角岩柱 去了解香港過去的火山活動 原來躲起來了 那會不會有一天突然再爆我呢? 依我見解,超級火山的崩塌標誌著香港火山活動的終結 不太可能再爆發了 我們不用擔心,如果你有時間 不如陪我去西貢參觀 好好地欣賞大自然為我們帶來的地貌吧